今天是我们韩信专题的最后一集 我们上一集讲了韩信拜广武军为师 安逸之战以及招响孙苗的故事 这一集我们来看一下韩信率领的除被水一战之外 另外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 以及韩信为何不肯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成警卒之事 攻打齐国之前突然传来齐国想汉的消息 韩信派人调查才得知是刘邦派出了说客 立即说服齐王投降的 如此一来齐国自然没有打的必要了 不过快彻却不这么认为 他对韩信说 汉王让你攻打齐国就应依照命令行事 就算他已经说服齐国投降 但并没有通知你 那你就应该继续攻打齐国 不然若因此被有心之人利用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韩信听此劝告依旧犹豫不决 快彻再次苦言相劝 将军这几年努力打下的几十座城池 还不如一个书生的口舌吗 韩信一听 认为说的有道理 便果断发兵攻打齐国 此时的立即正与齐王相谈甚欢 韩信亲率大军 兵临沉下时 齐王大怒 随即杀死了立即 然后带人逃跑 向项羽求救 此时的项羽认为 由于齐国是韩信北伐 最后攻打的一个国家 经过长途跋涉 韩信手底下士兵早已疲惫不堪 便派出大将隆居 带着二十万兵马 去解救齐国 隆居率军到达高密后 韩信隔着淮水与之遥遥相望 隆居自认为 韩信实力远不如自己 便叫嚣着跟韩信对战 韩信假意率军逃跑 龙居大喜 以为韩信害怕了 便追了上去 等到储君大部分已追至淮河时 韩信突然转头迎战 伴随着远处的三声轰鸣声 河水煞时猛涨 这大半储君瞬间被洪水吞噬 龙居大怒 他率残兵想要突出重围 却最终战死 其实双方交战前晚 韩信让士兵准备了数万个 装满泥沙的袋子 将淮水的湍急河流堵住 接着又派人砍伐了数万根木仙 埋进了河滩 在龙居率军进入沙滩时 韩信发出信号 河水便被放开 储君被淹死 被木仙插死者无数 韩信因此坐收渔翁之力 这便是韩信的淮水之战 不得不说 能想到如此战术 以少克多 韩信实在令人佩服 之后韩信被封为齐王 此时韩信的胜威强大 举足轻重 刘邦千方百计拢住他 又想出一些奔法来撤走他 项羽也看到了这一点 也在这时派人来游说韩信 怀彻劝韩信 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怀彻到 秦师其路 天下共主之 一时英雄纷纷 豪杰并起 而现在只剩楚汉两家 在争夺天下 而汉王和楚王的生死成败 却又掌握在大王的手中 大王铸汉 汉王胜 大王连楚 则楚王胜 但是最好的选择是 保持中立 两不相邦 三分天下有其一 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而三王之中 有以大王实力最为强大 局势最为有力 如果大王能以齐王之孙 齐国之强 兵马之众 号令天下 分割大国的土地使其弱小 削弱强国的势力使其示弱 再用于分给那些 失去土地 无家可归的诸侯 那么天下诸侯 必会感恩戴德 奉大王为天下之孙 面北败之 韩信回复道 只要能消弭战争 整民于水火 我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 但是汉王对我恩仲如山 岂能背弃啊 我怎能贪图自己的私利 而致信义于不顾啊 怀彻继续欠见韩信 古之圣人缘 上天所赐 你不接受 会遭天遣 良机临门 你却放弃 会受殃灾 大王对汉王之忠 乃是小忠 对汉王之义 乃是小义 只有顾念天下万民 方是大忠大义 何况汉王并非是讲信义之人 大王于金子之心 度小人之父是十分危险的 张儿与陈瑜 当年乃是稳静之交 并踏而卧 抵足而谈 其情义远胜于大王与汉王 可是后来 争名逐利都反目成仇 就是因为人心不足 难以揣色的缘故啊 自古忠臣无善果 春秋末年 岳国大夫文仲范离 披肝立胆 劫中尽至 使兵于灭亡的岳国 能得以生存 并助岳王勾剑 称霸诸侯 可是勾剑一旦功成名就 就逼使文仲自杀 范中逃亡 因见不远 不得不深思啊 古人还说 勇力和财略 使国军震动的人 有性命之忧 功宴和德行 冠绝天下的人 难逃一珠 大王身怀不适之财 报流芳之德 东渡黄河 前卫报 斩下月 降藏徒 杀赵歇陈渝 诸齐王田广 平定了北方五国 攻灭了龙居二十万储君 建立了盖世奇功 功无可赏啊 大王此时置身于进退两难之境 投靠楚王吧 楚王不会信赖 从属汉王吧 汉王会忌惮 如不自立 焉有容身之地啊 韩信不肯作声 怀彻竭力劝说韩信 并称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能够善于听别人的意见 才能把握住成功的机会 顾虑重重而犹豫不决 就会招致杀身之祸 一物终生 要想成就大事 重在于行 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 韩信道 宁可汉王负我 也忠心不负汉王 快撤扬天长笑 无奈离去 早在汉中时 韩信见到快撤 就已经说明 我投身军旅 非为王爵 而是志在平息干戈 安定天下 修习兵法 用兵之正道 在于 以有道发无道 除暴安良 用兵之大道 则在于 以战争消灭战争 安定天下 三足鼎立 天下不可能安定 只有天下统一 方可国泰 绵安 快撤 广武军 钟离妹 各位将军 都劝韩信自报 韩信怎么可能 不清楚 这一万中的万一呢 然而 还是举兵前往 为刘邦解围 攻克项羽 帮刘邦统一天下 除了对刘邦的 知遇之恩的感激外 还有对万民百姓 着想的因素 到这里 我们的韩信专辑 就结束了 其实韩信 还率领了很多 其他的精彩战役 有兴趣的话 可以找些史书来读 以铜为敬 可以挣衣冠 以人为敬 可以名得诗 以史为敬 可以知兴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评论处留言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